朕晓溭 真农莹奖 玫瑰镜抢 超级 饮养更丰富的真农莹奖 有请带着 朕晓晓溪的男嘉宾上场 三位老师好 孟福老师好 我叫孟振宏 来自广东佛山 今年25岁 哇 这位男嘉宾由珍爱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你可以陪我去体验 打咏春拳 刚才那不是有一位打咏春的吗 巧了不是吗 你们要打吗 你们要 而且佛山离广州很近 就跟那个江宁到玄武湖 差不多距离 来 6号 你拿它试一试 来来来 来来来 哇 哇 哇 嘉宾是《国家武术4》段位 和《国家武术2级考评员》 哇 你之前是有看视频喜欢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我看了叶问之后就想去试一下 哦 我就沉迷那个叶问有一个蹲腿这样子 那个 那个 就其实永春拳他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的招式 比如说你一拳冲过来 你一拳冲过来 哼 打你的中线眼睛下了吗 哦 来来来 那个女嘉宾 你打一招我们看看 那我就来一小段 来来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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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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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受涂饿一半 来 谢谢 你今天没白来 如果女朋友能打成这样 对你来说 出门也放心多了 我怕就是受加罚的时候 会被她打 第二条 我不希望你介意我 私底下我们说方言 广东话呗 广东话对 来 你跟6号说说 广报啊 广报啊 广东话 广东话 三顶的朋友 这样等节目录制结束以后 别人走了 你们俩留下来 把字幕打一下 你念一下给我们听一下 我呃 牛衣 钉煲 斩鬼 拉买天窗 啊 啊 一句都听不懂 真的 这太 tvb了一开口 还意思呢 对啊 牛衣 在我们广东那里是 过生日的意思 啊 牛衣 它是牛加一 就是等于生日的意思 哦 哦 猜字啊 猜字法 然后我们下一个 担包 就是分手 两个人分开 哦 一拍两散 对对对对 斩鬼 它是形容一个事物 十分之有趣可爱 然后我们下一个就是那个 拉买天窗 这个是形容两个人结婚 哦 这个还挺好的 就关注两个人 一个屋子 一个屋子里边生活嘛 哦 23号 你好 因为你不是说四家用放眼教 但是我是江苏的 我听不懂广东话 就是你会不会出现像玫瑰的故事 最近播出的那种 你跟你的妈妈在用放眼交流 而我真的听不懂 我会很崩溃 你会这样吗 这玫瑰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 就是玫瑰嫁给 林跟星扮演的方贤文之后 对这个 她和她母亲交流是用潮语交流 然后玫瑰听不懂 就觉得好像是 局外人一样 茶茶色夺带来的话 嗯 아니 어머니 장미는 지금已经饱饱了 什么吃得到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 她会像一道门 那个剧情里头 其实变成一道门 嗯 就是属于她跟妈妈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 有我 如果是另一半 她听不懂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用 她听得懂的话语去再说一遍 好的 看片子 如果说生活有风味 那一定是咖啡的香味 我是蒙震宏 作为一名职业咖啡师 我能精准地描述每一种咖啡 的风味 而且可以根据风味来描述人的气质 如果我是一杯入口坚果香 口感顺滑 且有回甘的美食 那我希望另一半 是有着明亮活泼的花果香的 口感绵长的香草拿铁 爱就是趁热拿铁 如果不知道如何和心动的她 开启对话 不如和她约喝咖啡 咖啡充分渗透镜 我们的生活 它是拉近距离的桥梁 喝咖啡也成了一场 大型的性格测试 一般爱喝美食的人都犀利干练 喜欢喝拿铁的往往性格温和 喜欢喝摩卡的都创造力十足 喜欢喝手中的可能是 注重生活品质和仪式感的 完美主义者 当然 现在是万物皆可咖啡 什么香菜美食 榴莲美食 还有什么皮蛋拿铁 实际上是佩服她们的创意 作为一个广东土著 松弛感是刻进骨子里的 工作中精致 生活中轻松舒适 平时我会穿着广东标配的 白T加短裤 包裁一双人字托 再包上一罐排骨玉米汤 汤煮饭饱后 我会骑上我的摩托 肆意兜风 身边的警察不断后退 耳边的音乐却逐渐清晰 如果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出场音乐 那我一定是 Support Moment的浪人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五首歌 共同组成了我的人生歌单 每一首都代表着一个阶段 学生时代的青涩 就像Support Moment的小伙子 每当湿漏消沉的时候 耳边就会响起 比亚的海阔天空 而人生歌单中 最特别的一首是 我的宣言 这也是我准备的求婚歌曲 希望借这首歌 与你一起尝尽爱情的甜蜜 台上喜欢喝咖啡的女生 举手看一看 一大半 15号 男嘉宾 你好 看到VCR里面 你有说咖啡那个人格测试 那你觉得我是一种怎样的咖啡 你先说说你是想喝哪种 黑咖啡还是奶咖啡 我比较喜欢喝卡布基诺 我比较喜欢喝哇 摩卡这种 带点甜味的 那你可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不要随性爱自由的一种 很对 谢谢 今天才到咖啡了 那要不然我们请女嘉宾 男嘉宾一块来做几杯咖啡 刚好我今天也准备了我的秘密武器 我们的真浓精装高盖牛奶 去搭配这个咖啡 使我们的咖啡的味道更浓郁 你建议我把大为老师叫上来吗 不建议 来 老师 那个11号 14号 13个咖啡的空焙 倒上我们的这个真浓牛奶 大到7分码 7分码 对 可以了吧 好 好 接下来我就是拿上这个咖啡叶 好 那么现在来就是三杯基础的咖啡拿铁 就基本形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桌子面前的话 有一些小食品 棉花糖 蹄子跟一个辣条 我们可以随意加到我们咖啡里面去 这些东西真的跟他们有关吗 特条 加辣条呗 你加辣条 我不加辣条 你们可以DIY自己制作一下 我可以什么都不加吗 我觉得任意一样东西加上去好像都在惩罚这杯咖啡 倒是加一些花椒可能会去湿 去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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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我试试这个花椒了吧 给这杯拿铁起一个名字 你会起什么名字 那我这杯就叫坚果拿铁 因为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坚果 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尝试过在咖啡里面放坚果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就是坚果味加上我们真浓精装高盖牛奶 它这个牛奶的浓度真的感觉突然一下就增加了 而且口感非常浓郁 而且真浓精装高盖牛奶 1.6倍钙 还有非常高的钙含量 而且美味营养 也推荐给大家 我这个里面加了那个辣条花椒还有香菜 我的天 辣条花椒香菜 这是火锅爱好者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天马行空 一口闷了 黄老师 你加的什么玩意儿咱们 花椒 花椒 没喝出来 但是我觉得啊 加了这个真浓精装高盖牛奶之后 这杯咖啡的口感更浓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真浓可以搭配everything 如果要是把这花椒打碎的话 我觉得应该挺特别的 尤其是适合进了黄梅天的南京 好 谢谢大维 谢谢两位女生 谢谢 三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的VCR里面提到你的人生歌单 你在现场可以唱两句吗 《求婚》那首歌吗 随便哪一首 你看 另外准备有一首歌 来自陈奕迅的《睡月娱歌》 三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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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了一个广东人标配 很有意思 我们有时候在网上也会看到广东人的标配 反正有人子托 我记得还有一串钥匙 那个是包猪公 就是你没有那串钥匙 但是你有人子托 有 这个是标配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短裤 其实还有那种草帽 有没有其他省的标配 对 7号 就是我是重庆人 然后我们穿鱼也是出了名的 有松弛感 然后我做过最有松弛感的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发烧 然后打掉瓶 然后我还举着那个杆子 陪我妈妈去逛街 宋晓雯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您刚才说 你们那边是穿人子托逛街 然后我是生活在长沙 在冬天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穿着睡衣的人 在逛街 是那种大棉袄吗 就是那种棉睡衣 因为长沙的 融的那种 对 融的 然后这样你穿着人子托 我穿着睡衣 我们还挺搭的我觉得 好 来看片子 我的第一段恋爱 像是一杯法式宣通 一开始香味扑鼻 喝了才知道 特别苦 我和他在社团厢时 害羞的我 还是要朋友帮我要的联系方式 后面表白确认的关系 但他突然就不理我了 这个时候 我朋友突然跑过来跟我讲 从一个师兄的朋友圈里 看到了我女朋友的身影 他们在一起轻声 我瞬间反应过来 原来他一直在和师兄求复合 难怪我一直看不到他的朋友圈 初恋就遇到这种事情 我真是太气了 过段时间我再去找他 他却告诉我 他和师兄真的分手了 我头脑一热 既然又答应复合 但之后我才是真真切切 尝到了爱情的苦 我又是兼职 又是省吃典用 给他买礼物 带来去吃好吃的 当时我可以很轻易地说分手 一共说了三四次吧 开始我是很在意的 但后来真的就麻木了 最后一次他提分手 我爽快答应了 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很感谢当时告诉我的朋友 如果我看到朋友的另一半这样子 我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到处来 第二段也是朋友帮人要的联系方式 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意识浓缩咖啡 第一口很刺激 但根本坚持不下去 那段时间他在短时间 刷了很多可爱的猫 头脑一热就要买猫 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小动物 就想着还是帮女朋友实现这个愿望 但养了之后他才发现 小猫根本不黏人 养了一个愿他不想管 为疗换水惨猫时 就全部变成了我的责任 又后来过了两个月 想到狗一定会很黏人 他会对狗感上兴趣 这也是我跟他相当好 他负责狗 我负责猫 但没想到狗虽然黏人 但乱拉乱尿 把家搞了废墟一样 没到两个月他又受不了 明明都是他想养的 但最后都丢给了我 最后的最后 他带走了狗 我带走了猫 我们还是分手 现在我和猫猫都过得很好 希望未来能找到一个温柔大方 有耐心的女生 也希望你喜欢喝咖啡 我们会特调出 专属于你的味道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在VCR中看到 就是你的前女友吧 他的猫猫以及狗狗 都把他一切的琐事都交给你嘛 然后想请问一下 你实际上发自内心喜不喜欢猫猫狗狗 或者说在这中间 有没有一些偏爱呢 我实际上是喜欢的 对 我是从小就是会养狗 这种土狗 后来是才养童物狗的 好的 谢谢 郭琪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的话 如果遇见喜欢的人的话 我是会主动去要他的联系方式的 就是我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教给你 就是我会去通过某一件具体的事情 然后要到他的联系方式 就比如说我可能看到这个男生 他的那个外套很好看 我就会去问他说 就是我觉得你的外套特别好看 就是你能不能把那个链接给我 然后一般可能就是稍微懂一些的 可能他就会通过那个联系方式 然后把那个链接给我 但其实他会知道就是 我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嘛 然后就是我觉得男嘉宾 你身上戴的这条项链也挺好看的 不知道你等会儿 能不能给我一个链接 12号 就是你在微信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发现你朋友的另一半有问题 你一定会告诉他 然后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性格 我也会就是忍不住跟我朋友说 但是我后来有发现 他可能最后还是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最后反而是远离了我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有顾忌这个顾虑 然后有的时候就不太会轻易地开口 那就少一个朋友 没关系了 所以你还是下次的话还坚持这样做 但是对 我还是要说 但是作为朋友观念来说 我肯定会说给他听 但是他们负合是他们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 17号 男嘉宾 你好 从你上一个微信里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 它都是日咖夜酒嘛 然后我想知道 就你作为一名咖啡师 你觉得爱情里面 你更享受哪一种感觉 爱情里面是什么感觉 对 他的意思是 你会倾向于清醒的爱情 还是那种迷醉的爱情 肯定是清醒的 有的时候迷醉来得快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有道理 现在留灯 留灯灯 上去灭掉四栏灯回来 你不给我链接了 你不给我链接了 有请6号 24号 你有没有发现6号能打 24号1米8 她是多么缺安全感 这两个女生 随便在哪一个出去 她都不怕惹事 你发现没有 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这两个女生 直腿 蒙震宏的 直腿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心切小 直腿女生 一号邓晨芬 谢谢 男生性格睿智热情 男生性格睿智热情 男生是有格调 既渴望有品质的生活 又独立自主 有精神追求 女生勇童 女生勇敢自信 洒脱随性 有不服输的倔强 也有期待变化和挑战的勇气 男生热情浪漫 细腻包容 女生敢于求心求变良 在一起可以借由彼此的眼睛 体会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王潇 讨厌的分寸感 理想的她 选一个 理想的她 喜欢身高在175以上成熟型的男生 自认为这样的男生好相处 并且有亲和力 王兴燕 喜欢这样的你 不希望你知道 我不喜欢对方问关于前任的话题 尤其反感问感情史的细节 希望你能尊重个人隐私 关注的是我们当下的美好 邓晨丹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我的恋爱观 期待的你 我的恋爱观 一直认为深情且专一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开始一段感情 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 李兴贤 择偶要求 小爱好我的优缺点 择偶要求吧 独立自信 孝顺 但不于孝 有责任 有担当 有事业心 没有加一条打永春 她可以教啊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请描述一下 你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 王霄 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呢 就是所有所有的事情干完 然后躺在床上的那一刻 开始听音乐 开始让自己细腻的情感流淌 就是这个时刻 然后到睡前安然地睡去 邓晨灯 我认为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 因为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 就是忙完一天的工作 然后在我的专属小酒柜里面 特调一杯我最喜欢的酒 喝完之后感觉一整天的疲惫 都泄去了 然后安然入睡 邓晨灯 我认为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 其实是刚起床的时候 因为一日之际在雨晨嘛 然后刚起床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 我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早上了 我就是早起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觉得时间就是能干很多事 可放松了 你从什么时候发现 你起得越来越早的 近几年起得 尤其是在剧组 一般几点啊 大维哥 剧组我十点半睡觉 我五点半左右就醒了 五点半 然后起来喝会儿茶 看会儿剧本 然后就感觉那更好 打一趟拳 打拳 你看看岁数嘛 他就是早起的那拨人 你去问那个22去 有几个早起的 这也有早起的 他是一个特例 他是00后 已经养 对啊 00后啊 他已经养生好多年了 他晚上九点半睡觉 比我外婆睡得还早 真的吗 到最后6号了 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刻 是洗澡的时候 喜欢放着一个音乐在旁边 然后那个蒸汽蒸发起来 有的时候 还会特别放松地唱起歌来 还有另一个时刻呢 就是晚上 自己一个人开着车 享受着晚上的威风 哇 有一个事情呢 想要跟男嘉宾去说 因为我觉得在感情上面 相处之间 还是需要坦诚的 我曾经呢是有过闪婚闪离 时间不长 当时候年纪比较少 但这个事情呢 也是家人并不知道的 但我觉得今天上来 这个节目当中 我希望能够坦诚告诉你这个事情 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 请继续我的灯 谢谢 来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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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